Hello 大家好 我是主任 最近这个文字转语音的应用 Eleven Labs非常火爆 很多人拿它做视频的配音 AI人的配音等等 大家好 我是主任的克隆人 如果你也对AI科技资讯 或是开发者新闻感兴趣的话 请点赞 订阅 打开小铃铛 这个Eleven Labs这家公司 最近又有一个大动作了 就在北京时间8月23号凌晨 他们发了一个推文 宣称是推出了他们的第二代 这次的更新意味着 我们广大的中国同胞们可以使用了 我们先来看一段 它的官方的展示视频 很遗憾啊 官方的视频当中呢 没有展示中文的部分 不过没关系 我们直接去试一试 看看到底怎么是 走起 首先呢 我们打开Eleven Labs的官网 Eleven Labs的AO 然后我们去登录 因为我之前已经注册好账号了 这块就直接登了 好 登录成功之后呢 就进入语音合成的功能页面了 不得不说这个国外的网站做的就是非常的直观 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的音色选取 它默认有这么多音色 然后我这个角色是待会儿会给大家讲到 就是已经在实验室当中创建好我自己的这个角色了 然后第二部分就是这个Voice Setting 这部分就是调整一些语音的参数 像第一个就是稳定 使这个语音更加稳定 然后这边是相似程度 然后风格的夸张程度 标红的部分就是说它如果你调到了这部分 可能会导致你这个声音会很不稳定 然后是这样一个语音参数的设置 然后接下来这部分就是一个模式 模型的切换了 这个Mountlingo V2 这个就是我们的它最新介绍的那个模型 可以看到它已经支持28种语言了 然后其中有中文 然后现在教大家怎么去创建自己的角色 所以在这个语音实验室当中 可以选择我们的语音客龙啊 因为我这个号已经买了这个 一美金的这个体验入门版 正常这个地方是锁定的状态 免费用户是不可以用的 所以大家只需要花一美金就可以定制出自己的语音包了 首先这个地方呢进入之后呢需要给它一个名字 然后这块去最大支持25个音频文件 它这块说了就是它更注重的是质量 而不是说是你的这个语音的数量 所以大家最好在一个就是安静的氛围当中去录制你的音频 然后还可以加一些描述 然后我们可以选择这个同意 我在这里呢 给我的这个角色已经准备了一些文案 然后大家可以试听一下 Mid Journey是一个AI做图工具 它一起独特的生成 是AI艺术服务受到关注 该工具发布了多个版本 其中无 一版本强调提供更高质量和个性化的AI艺术作品 随后的无 二版本印入了原画生成3D场景 并具备无线所放的功能 在2023年8月 他们还发布了无物 三版本包括新增的修复功能等 这些版本更新让用户能够创作出 更具创意和独特性的艺术作品 可以看出来它这对于中文的这些 中英文混杂的部分 它念的还不是太好 比如说这个点 5.1版本 这个点读不出来 然后我们可以再看一下纯中文吧 哈喽大家好 我是主人 一个前互联网大喊马弄 先辞职创业的90后 订阅我的频道 让我们一起探索前沿科技资讯 还是有一点外国人的那种味道 但是这段读的 我觉得比较像我 然后我又调整了一些个参数 哈喽大家好 我是主人 一个前互联网大喊马 弄 先辞职创业的情侣后 订阅我的频道 让我们一起探索前沿科技资讯 这个可能我参数调的有点过了 可以看一下这个参数调整 这个我调的是相似度是100% 然后这块它读了一个明显的停顿 怎么说呢 这个就现在就是一个能读的状态了 我们可以试一下 这个唯一版本 他们之前这个版本的例子 这个标准就是一个老外 然后说明它这个VR版本 是针对了中国地区有一定的优化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部分 Voice Library 这部分主要就是它的一个社区广场 所以我的 大家自己做的语音可以再放在这上面 去供别人使用哈 然后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有多少个用户用了 然后有多少个单词 通过这个语音来生成了 我们从它的这个Change Log可以看到 它8月22号更新的最新的这个Multilingual V2这个版本 是有说明 说在接下来的几天当中 我们会再发一个更新的版本 去加快它的这个生成的速度 然后下一部分就是这个Community 可以加入它的Discord 然后大家去一起去讨论一些语音合成的问题 好进入到Discord社区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所有就是很多人在这里面的一个互动 这里面也是非常有意思啊 Do you like to be scared? If yes, then get ready to explore these horror places in India Today, we will talk about the top 10 mysterious places in India If you're also interested in enigmatic things then we have brought for you India's top 10 mysterious places 这哥们儿生上这个语音好像变成了一样 他说这个哥们儿是怎么这么伤心啊 然后下一部分在这个Ai Speech Classper 这部分呢是可以丢给他一个视频或音频 让他去帮你识别当中有没有用到这个Eleven Labs这种技术 接下来我们介绍它的另一款镜品 Play.ht 这个也是一个语音转 文字转语音的一个工具 还是我们先登录 登录进去以后呢 它上来就是一个语音生成的一个页面 这块可以调节音色 人物和这个语速 还是我们先去看一眼 这块的Play.ht的一个收费标准 首先免费账户有2500个单词 和一个免费的声音克隆 这个很良心 但是这个单词量实在是太少了 因为这个Eleven Labs至少有1万个免费的单词 然后下一集的升级目标是 需要我们31刀每月至少31.2刀 然后每年有60万个单词 Eleven Labs是每个月给3万个单词 然后只需要5美金 所以这样对比起来 收费标准是不是有点贵了呢 这个Play.ht 然后另外我注意到了 因为是开发者 我注意到它这个API的访问权限 是只有入门级的才会给 这个觉得也没有太大的必要性吧 就是限制的很死 而且感觉收费起来很贵啊 好不都说我们直接去来试试它的这个 Vice Clone 首先给它一个至少30秒长的一个音频文件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OK我们可以看到它这块的一个声音的音频文件是指支持传输一个的 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这个免费版用户的一个限制 好的我们的人物已经创建好了 下面我们使用这个人物来念一段文字 我们让ChatGPT给我们生成一段故事 如果大家对这个插件感兴趣 我们会单独出一期视频讲解这个ChatGPT一些使用插件 OK 我们把这段文字粘贴过来 可以看到Play.ht它是分段式的去输出你的内容 也就是说你可以一段一段的去Generate 好我们来听一下我生成这个角色 很期待 好生成好了我们来试听一下 大西洋出一圈圈圈的一圈圈 这不正常提到我两点续紧口 就会你就找FRES Monsieur elegance WHAT 他压根就不会中文好不好 看来这方面的中文语音合成还是说11.lbs 这方面比较出色的 而且它的套餐也比Play.ht要划算一些 点击它支持的这个音色 可以看到它只有美国 英国 加拿大和澳大利亚 四个国家 而且都是英语 好的 以上就是我们介绍一个Eleven Labs的最新的一个动态 我们花一枚刀就可以定制好我们自己的一个云包 那接下来有请我的克隆人给大家讲解一下 大家好 我是主人的克隆人 如果你也对Eleven Labs感兴趣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下一期视频我将给大家详细介绍Eleven Labs的使用场景 如何制作虚拟人等 那么如果您是一名程序员 接下来请不要走开 我将向大家介绍Eleven Labs as a play HT的API文档 好的 我们先来看一下Eleven Labs的API文档 首先它需要让我们setup一个账户 然后获取我们的API key 最后就可以开启我们的开发了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API key是在这里 直接可以看到 然后我们先记录一下我们的API key 把这个复制一下 然后我们还是拿一个TTS做举例 因为它所有的接口都在这儿了 然后看起来也不是很多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基本结构 首先它说这个TTS需要把这个Voice ID拼接到这个URL里 这个Voice ID呢就是我们的一个音色的选取 一个音色 可以登录到这个网站 我已经登录好了 其实这个网站就是一个JSON结构 一共有38个语音 然后我们要的就是每一个音色当中的这个Voice ID 我有看啊就是我们自己生成的那个主任那个角色 是没有这个Voice ID的 也就是说它目前的这个音色的接口 不支持我们自定的角色 然后并且呢 我们看到它的第二个请求参数是 还有一个请求参数是这个Model ID 这是一个我们的这个多元模型的一个选取 但是目前它只有只能支持到V1 我有试过把V2放进去 它这个接口是没有想象的 之后就是我们的一个文本了 然后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接口模拟试一下 我们这边也是打开了Postman 直接之前已经填好了各种参数了 首先我们在Head的当中填入我们的API Key 然后在我们一个Post的请求 在我们的Body体力 加入我们的这个Test的这个模型ID 还有一些参数 这个参数就是有那三种参数 稳定程度和相似度 还有一个风度夸张程度 我们有加 好我们直接请求 发现它返回的直接就是一个音频文件 因为我们在这个Head里 加了Aceph的参数 我们来听一下 好的就是我说的话 Hello Stranger 我们可以换一个VSID去感受一下 随便找一个VSID 好 我们把它替换掉 再次选择 OK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11Labs的一个API的使用 很简单 其他的接口我们就不一一介绍了 接下来我们去看一下 play.ht的一个API文档 首先我们还是在这个官方的主页 点开这个API Access 这个Access的部分呢有两个 一个是UserID 一个是SecretKey 这两个部分都需要我们去把它一个存储记忆下来 然后进入到我们的一个API文档里 可以看到我们首先呢 需要我们的一个授权认证 需要把我们的UserID和这个SecretKey 记住下来 我们也是拿这个TTS这个接口给大家举例 因为它这个整体的一个接口也不是很多 在Postman拿它这个已经演示好了 好 这个接口我们也通过Postman模拟出来了 是一个Convert的一个Post的请求 我们还是在Head里 我们去需要添加两个必要的算数 然后在请求算数里 加入我们的文本信息 和一个音色的一个 VoiceID 之后我们请求会得到一个 这个上下文ID是 进一步获取音频文件的一个 上下文ID 它获取我们的实际的这个语音 是需要两个接口 第二个接口是需要传入这个上下文ID 之后呢 也是同样在Head里 听见我们的这个授权信息 请求之后呢 会得到我们的一个 一个URL 音频的一个URL 这个URL其实就是我们最终的一个 音频的下载地址 我们可以打开试图 看一下 它其实就是一个下载地址 下载好了 我们可以听一下 Hey I am using play.ht to convert text to speech 这个就是我们给他的这段话 好的 以上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全部的内容 如果你也对前沿科技 或者是程序开发感兴趣 就是我说的啊 请大家点赞 订阅 小铃党一键三连 好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Do you like to be scared? If yes then get ready to explore these horror places in India Today we will talk about the top 10 mysterious places in India If you're also interested in enigmatic things then we have brought for you India's top 10 mysterious places I know you